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圣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位大德 这位同修 大家新年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的一年也开始了 我们前段时间放了假 今天要重新开学 今天我们就学习第六课 叫做诸佛法藏 为什么叫诸佛法藏 因为净土法门 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是阿弥陀佛 他过去最早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这个法名就叫法藏 叫法藏比丘 这个法藏比丘所呈现出来的是诸佛的功德 所以这段经文 罗列了在法藏成为比丘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佛 作为他成就法藏比丘的背景 就像我们大家今天在这里能学习佛法 释迦牟尼佛以及释迦佛之后 这两千五百多年来的历代祖师 传承正法的人 都是我们大家学习佛法的背景 假如没有历代祖师的这个红传正法 我们也不可能得到法的学习 那法藏比丘之所以能成为法藏比丘 也有这么多的佛在这里传承正法 所以经书要特别指出这些佛的名称 我们就把它统称为诸佛 大家看经文 佛告阿难 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 无央素节 定光如来出修于世 教化度托无量众生 皆令得到乃去灭度 好 这段话呢 先看一个开头 上一讲啊 我们讲到了这个续分就结束了 这段话开始就是无量寿经的正中分 就是正式的这个进入主题 那前段时间就是前段话 我们给大家学习的是 阿难尊者提出来了 疑问 就为什么释迦佛会放这么大的光芒 照耀这么多的世界 佛就给他说 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情景 那当他的发起序结束了 我们这里就要学习正中分 就正式进入学习无量寿经 这部无量寿经 为什么一学习要举出这么多的佛的名称 可见这个无量寿经的法会 不是一般的法会 不能拿我们世间的阿含佛教 或者是其他的一般经典的法会 来作为它的一个背景 因为这部经典 是十番诸佛共同成就 诸佛净土 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像佛讲华言经 讲法华经 都是要讲 净虚空变法界的十番三世 所有诸佛菩萨 接来集会 它是在宇宙生命十项的大背景下 来讲这个道理的 那现在很多人呢 学习这个大乘佛法之后 特别是上个世纪 就五四运动以后 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文化 学习科学的文化 学习哲学的逻辑思维 学习考据的学问 学完以后呢 就拿世间的这些标准 去考察这个佛教 所以有些人就提出来 以为说大乘不是佛说的 为什么大乘不是佛说的 他们仅仅把释迦牟尼佛 当做一个人间的普通百姓 或者说当一个有学问的 这个知识分子 当做世间的知识分子 所以你一讲十番诸佛菩萨 他们就不信了 因为十番诸佛菩萨 确实用现在的 有限的人间的知识 和有限的自然科学的 这些仪器 还是没有能力 测量这十番诸佛的世界 不要说测量十番诸佛的世界 就连我们现在大乡 这个心怎么想的 你看现在科学也测量不出来 你拿科学家过来说 你看看我心里怎么想的 他能考验出来吗 他连这一点都考察不出来 你说还考察什么 这些佛经 那些十番三世诸佛的净土 这些大乘经典所讲的境界 他们能相信吗 那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水平 没这个仪器 没这个工具 现在他号称为 人本科学主义的人 都是要拿根据拿证据的 所以有些人学了一些西医之后 他就认为中医纯粹是骗人的 为什么 他说号卖这个卖 拍那个X光也拍不出来 有什么卖 死了以后给他解剖 解剖开了 好像也没有卖 所以中医说号卖这是假的 但是中医一号卖就知道你什么病 讲得很准 特别是老中医有经验的 什么道理呢 因为生命有很多 不是现在的物理学 就能拿到一个东西 拿到一个可以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这个例子 或者是量子物理学所说的这个例子 或者是这种捕捉得到的东西 不是这个世界全部都能捕捉得到的 就是我们的心的念头 你说你拿什么来测量我的念头 如果你能测量我的念头 那就是有他心通了 但是自然科学没有人有他心通 也没有仪器有他心通的 哪里我们的心 最近的这么一个东西 他都测量不到 你说你能相信他 那个是掌握真理的人嘛 所以有很多 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佛教 很多搞这个学术研究的人 提出来大乘非佛说 当然也有一些难传佛教的 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法以后 小乘佛教四安行的经典 传到斯里兰卡去了 传到这个东南亚一带去了 然后呢大乘佛教传到中国来了 他们在他们的小乘经典里面 看不到大乘佛法的这种 各种镜头 各种诸佛菩萨 于是他们觉得 我这个才是佛说的 你那个可能不是佛说的 又开始这么说了 实际上佛经讲得特别清楚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这些经典都讲了 只是有些还不对积呢 大乘经典被藏在龙宫里面 龙树菩萨才从龙宫里面 把他取出来了 那他们又问龙宫在哪里 你给我找到看看 那战传佛教他们还 还有藏在天宫的呢 还不是龙宫 他们那些福藏大师 手一举 他能从天宫把这个佛经给取下来 取这个 开那个叫什么福藏大师 他能够从虚空把这个经理就能请到 那我们平常的人哪有这个能力 自然科学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生命镜像 实际上科学还是刚刚起步 甚至说还没有沾到真正的边 因为科学还是从物象上去看 我们的心灵整个生命的幸福 痛苦 高兴难受 这一切的情绪的反应 内在价值的判断 人类的这种人伦的文明 内在的心思 科学家一点边都还没沾着 那你还能相信他什么 所以呢 我们佛法要知道 这个祖师大德佛菩萨 在佛经里面给我们讲述的这个真理 不是一般的世间的道理 而是要通过真性切愿以后呢 我们的内心能切换到 这个真理的世界去 西方的净土 当然也包含了遍际十方 包括阿弥陀佛 无量光 也照亮着我们的每个人的身心当中 但是由于我们对现实物质世界 或者情绪的五蕴世界的 这种执着 局限 覆盖了我们内在的心性光明 所以我们好像也看不到有什么净土 但是如果你超越了物质和精神的 这种肌胖 这种束缚 那我们自然也能打开自己心地的光明 所以佛经处处只归 就是要指导我们恢复新性的本来 而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 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所以我们进入这个正中分 要先把这个前提跟大家有一个交代 那么前面这一段呢 也是大乘佛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说佛直接跟安朗说了 大家在看经典的时候经常会说 说乃往过去久远无量 不可思议无央数节 这个节是个数字 前面都是量词 节那是个数 这个节是量词 一节就像我们时间的 这个一节多少年 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久远是个时间 非常长久的概念 无量也是一个概念 它在印度的 这个一大串的时间概念当中 无量也是其中一个数量 不可思议也是个数量 无央数也是个数量 无央数就是我们经常在经书里面 我们看到的叫阿僧奇 阿僧奇节也有方无央数 就是没有数量 那么这么长 这么多的时间概念叠加在一起 它实际上佛 在佛的世界里面 佛是看得很清楚的 我们说这个久远无量 不可思议 无央数节到底多少节啊 佛说这个无央数没有数量 你怎么知道 但是佛知不知道呢 佛一定知道 所以告诉大家 佛一定知道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时间概念 跟佛的时间概念 完全不一样 我们过了五十年的时间 在道立天才一天 你说到底佛讲法的时候 现场有天人 也有菩萨 有九法界的众生 他到底按人的时间给你算 还是按天的时间给你算 按水的时间给你算呢 他没法跟你算 所以佛经里面经常说 我们要成佛要多久啊 要三大阿僧奇节 三大无央数节 三大阿僧奇节是哪三大呢 第一大阿僧奇节 你把我之先破了 我们大家如果我之没破 你就在第一大阿僧奇节里面 还没突破 这个上根终下去 要长期积累 哇 这个经历的时间 可以说很长 但是如果你当下 直指当下就悟到了 一下子就七入五我了 一参那就是一大阿僧奇节 时间它是一个假象 科学家都知道了 因为你的心念 如果心的速度 超过了一切光的速度的时候 那时间就倒流回去了 如果你的心的 你的动作的这个速度 跟光的速度一样 时间是凝固在那里 不动了 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坐在那里 是不是会录定呢 时间过去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时间不知道是你的内心的 那种光明的那种速度 它是跟光的速度 是一样的时候 时间是凝固的 超过光的速度呢 时间就回去了 时间还可以回去 还可以倒回去 所以这个时间是个假象 那么这里面用无量 用不可思议 用无央数 这三还有九元 这样四组的数量 就告诉我们 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佛要讲的 过去的这样一个 染灯佛出现在世间 染灯佛呢 因为在世间 弘法也无数次 那么染灯佛给释迦牟尼佛 授记的时间是有明文规定的 那他跟这个阿弥陀佛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他比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 还要早很多很多 中间要经历了 无数的佛 那么这里面举的这个 佛的名称呢 大概有多少呢 从定观如来 到最后 四字再往如来 这两尊佛之外 中间我们看到的是 五十二尊佛的名号 大家知道五十二尊 在佛教里面是有个特殊的概念 大师至菩萨 念佛云通战当中 一开头就是 大师至法王子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既从做起 五十二菩萨 为什么是五十二菩萨 就是实信实助 实行实回向实地 这五十个 加上等觉妙觉 五十二个 就是从我们现在凡夫开始 开始真心信佛开始 你就开始有你修行的位置 这个修行的位置 一直到成佛 经历的是五十二个位置 而每一个位置当中 都是具足与佛一样 清净平等的本觉自信 菩萨是表现着 菩萨要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而佛是本质具足 自信光明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 第一个定光如来 定光如来 有时候翻译成安定的定 也叫定光如来 有时候就直接翻译成 染灯佛 染灯如来 染灯佛就是定光如来 是同一个佛 翻译成不同的名称 那定光如来 新出于世 这个新就是新旺的新 为什么要新出于世 很多人看了佛 以为佛教好像消极必试 以为佛教学了佛以后 这个社会就不发达了 其实大错特错 佛教只要在的地方 一个人内心只要有佛法 他的生命就会充满生机 因为佛要发现 觉悟我们生命的本觉自信 而自信永远没有生 没有灭 他没有生 没有灭的 他不灭 就是不摔 或者这个人死了 他就摔了 摔败了 春有白花 这个秋有黄叶 春天采抗阳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这个世间万物啊 有生必有灭 他有新尘代谢 这个世纪更替 但是我们的自信 本觉的自信 他从来没有更替过 所以佛法最核心的点 要回归到我们的自信当中 就是你看到这个世间 一切有像的东西啊 有生一定是受时空限制的 他就有灭 我们身体受时空限制 但是我们当下的这颗心 大家看自己的心 从来不受时空限制 你这颗心想东想西 想南想北 想过去想未来 随便你怎么想 很自由 是不是这样 很自由 你们自己看看你的心 是不是很自由 你看到很自由的这个心 就是你的真心 但是你说 这个心是我的心 就不自由了 就变成有限制了 受时空限制了 不受时空限制 是我们的真心 所以这个电关罗 它要新出于世 新出于世 就世间的这个世 是指时间 当然这个世呢 是指世间而言 就是时间和空间 两个交错在一起 就构成我们现在的现实世间 这个现实世间 我能讲 你们能听 我在举手 你们在动 你们在安静 就是这个 世间受时空限制的 这个现象世界 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它背后实际上 是因为我们的心性 这个心性的巨大能量 支持着我们 会有想法 会有言语 会有动作 如果没有这个心性 来支撑着我们 我们每个人 都是死翘翘的 这个禅宗就有讲了 但看蓬头弄傀儡 抽签权脏里头人 就是我们这个心时 神时如果离开这个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一堆烂泥巴 成归成 土归土 但是我们由于 这个神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他保持了我们 生命是灵活的 是活跃的 这个就叫新出于世 当然 佛出现在世间 是使世间的众生 从迷茫痛苦当中 解放出来 这才是世间 充满了希望的地方 而不是说 佛教到了 你这个地方 你要不发达了 你要欲望少了 你看佛教讲 少欲知足 欲望少了 是不是社会就不发达了 社会不发达了 好像就是衰败现前了 社会发达是要为了 大家更幸福 更快乐 更平安 更吉祥才好 佛教就是让我们 找到了你生命中 最终的归宿 和你生命终极的关怀 所以定光如来 作为染灯佛 他出现在世间 佛出世间 就是为治理众生的 一切烦恼 当这些烦恼都没有的时候 你的自心 自然的光明 就普照世间 就是如果大家 内心没有烦恼 你发现 你的生活 怎么过都是幸福的 但如果你烦恼生起来了 就不见得能幸福了 所以这个烦恼降福 断一切无名烦恼 而成就一切佛制的功德 这才是佛 所以叫染灯佛 点燃生命之灯 点燃心性之灯 这叫染灯佛 所以佛出世干什么 就是要教化 度脱无量众生 这佛教是佛陀的教化 这个现代人的教育 教育这个词 还不如教化这个词更好 教育这个词 当然欲是培育的意思 就好东西给你培育起来 就像种树一样 树栽在那里慢慢成长 这就是教育 教书育人 把一个无知的人变成有知 把一个烦恼的人 变成一个不烦恼 当然如果你教育一个人 知识给他了 他知识有了以后 他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教育 所以这个欲呢 不一定是真的好 因为他有可能 把他的知识境界 或者是能力提高了 同时他的烦恼也提高了 没有知识的人 干坏事还干的不会太多 那个知识分子要干坏事 那是吓人 这世界那么多的原子弹核武器 杀伤身心的武器 都是这些有知识的人 发明出来 将来可能就伤害这个人类 这个欲 把好的培养起来了 坏的也跟着一起长大了 但是化就不一样了 教化呢是 教育你 让你气质得到升华和变化 这个升华变化就是 好的开始变起来了 不好的萎缩下去了 这叫教化 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得到佛陀的教化 从佛口声 从法化声 这叫教化 教化就是 得到教育以后 我有变化了 变得越来越好了 越来自己越喜欢了 这叫教化 所以我们过去看那个出家人 天天哪个波 去突波化缘 为什么叫化缘 化缘就是 像你 这个化缘这个 饮食 你供养这个饮食之后呢 你的福报培养起来了 你懂得奉献 懂得布施了 你给一个出家人 这样布施了 你给父母也会学会 布施了 然后你给你身边的人 也学会奉献了 就这个人的气质 他的生命的状态 开始得到变化 得到提升 不再为自己在那里 斤斤计较 也不会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 在那里生气生烦恼了 就这个教化 是去突波化缘的时候 就有这个缘 他得到教化 所以呢 这个突波化缘 就很像一个什么 很像个药放的 后来就药放的人 叫做什么 叫化子 那变成了 喊叫的叫了 不是教育的叫 实际上呢 这个比丘 去突波化缘的时候 也是叫化 但是那个叫化子 就是教育你 让你变化 不是大声的喊着 那我现在在这里 大声喊着 你们也得变化了 就我也变成要饭了 叫化子 叫化 那么佛他能够教育化岛 度托 这个度就是超度 什么是超度呢 从此岸度到彼岸 人生在世 犹如火宅 犹如苦海 就像苦海上的一叶孤舟 在风浪当中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那么佛法就指明了 我们生命的方向 尤其是我们大家 学习净土法门 我们一定知道 要往生西方净土 方向明确了 然后要再给你方法 信愿行 三知两具足 有空就念 多念一句佛 你就内心向往 就靠在极乐世界的彼岸 能够在死亡的时候 在老病死的时候 放下这一切烦恼 让自己手上的这一串涅珠 成为自己生命终极的陪伴 每个涅头都能够圆明 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圆满 所以这种度脱 这种陪伴 就是度到彼岸 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 所以叫度脱 为什么要脱 就是生病的人 要脱离医院 脱离病苦 烦恼的人脱离烦恼 愚痴的人脱离愚痴 无知的状态 要脱离无知 所以叫度脱 如果你不度自己 不超度自己 不超越自己 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间 小小的牢笼里面 那我们的生命是很没有自由可言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五一和六成当中 一点一点的超度出来 有些人会为民被困 有些人为感情被困 有些人为一个家被困 有些人为一件事业被困 但是你一个休闲人 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尊重的时候 要从这些被困的框架里面 一个一个的把它超越出来 所以要超度 度脱无量的众生 接令得道 照在正式的道上 因为六道众生 善恶对立 生成苦乐 无有穷尽 只有超越了六道轮回 得到了解脱道和菩提道的时候 这才是接令得度 那么得到之后 来取灭度 如果没有道 没有出世间的道 我们是无法灭度的 我们现在如果是停留在贪嗔痴的烦恼中 你的道就是三恶道 所以在生活当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一不小心 就会停留在三恶道里面 那我们说做好事 做好心 向上 向上你可能停留在三恶道里 最深会变得更好 来一生可能也会变得更好 但是再来一生就不好说了 因为你来一生变得更好了 有权有势有地位了 你可能就 世财傲务了 一骄傲起来 就开始去享受这个福报 就有可能变成贪污腐败 或者呢 有可能你就只会享受 而不会再赔福 有权位的人 很多人都不懂得赔福 只是知道自己去享受 那等他福报享完了 再一生就不好说了 所以六道是靠不住的 那么只有寂灭涅槃 叫灭度 也是涅槃的意思 就当我们明白了心的本来面目 知道这个心是 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空间限制 明白了这个心 我们从这个现实的这种 杂壤烦恼的苦海里面 超越出来 平时我们大家都是以我为中心 以我 我的家 我的旁边的一帮人 就是一小范围的这一撮人 以这些作为生命的所有内容 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各种焦虑 各种对立 各种人我 那么我们现在要想超度 要想灭度 灭什么呢 灭就灭掉我们心灵的 时间空间的局限 把你内心所有的局限 所有的框架 把它灭掉 灭掉之后 要让自己的心 渡到那个心的本来面目的 这种涅槃道上 当你的心渡到涅槃道上的时候 你就得度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得度 每秒钟都可以得度 当你妄想打起来的时候 你很烦恼 然后你一念切换过来 阿弥陀佛马上得度 前念打妄想就是烦恼 后念念佛 你就已经得度了 但是那个得度是暂时的 你得度完了以后 你又退回来 还是烦恼 所以我们就彼岸此岸到处跑 一念在彼岸 一念又到了此岸了 那我们真正到临终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你在当下 不用到死亡 在当下如果真看到你的心 是不生不灭的 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你就已经是得度了 而且你已经知道 你的心一定就已经在极乐世界 就不会再有生死烦恼 所以这个叫染灯佛 所有的教化 这个染灯佛实际上 他所教化 接来去灭度的这段话 就告诉我们 点明了极乐净土 是在清净法身的 这个状态下展现出来的 清净法身是什么呢 是我们众身本来具足的 无相无为无造作 法身是明一切相 就是消灭一切世间的生灭相 所以他用这个得到灭度来表明 就是四十二品无名破镜 其实只是为正得四十二分法身 那清净法身 每个人自信本具 我们大家现在的清净法身 跟诸佛的清净法身 完全平等 无二无别 就是这个是法身是前提 后面呢 是千百亿化身 那么中间 就是圆满报身 就是我们大家 为什么要修行 就是因为我们的报身不圆满 我们的法身跟诸佛法身 没有丝毫的区别 我们也在法身当中 或者说我们大家自信 清净是从来不需要改变的 清净法身不需要你修 你修来修去 清净法身因为不动摇 本质具足的 不需要修 但是不需要修我们 是不是就不修呢 不修你的果报就不行 我们现在是夜报身 夜报身也是报 佛是圆满报身也是报 那么夜报身到圆满报身 需要经历多少的阶段 前面我们在学天台教理的时候 给大家说 需要经过七十二个圣贤 显圣的位置 七十二贤圣的位置当中呢 实际上有身 有开 有合 在凡夫二十八成天 二十八个位置 加起来就一百个位置 但是大乘佛法 在华严经中 菩萨英诺本业经当中 他指出来的 就是实信实柱 实回向实地 等觉妙觉 这五十二个位置 是我们所有大乘佛法 都是共许的 共通的 那么在这里面 无量寿经 他所指出来的 五十二个佛的名号 就是代表了 每个位置 其实都是圆满的 那我们需要从 每个位置当中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的 往上 深净 一步一步的递净 直到 夜报生的所有业 全部消除干净了 这尽此 叫什么 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我们大家的 这个夜报的身体 就有苦有乐 每个人福报不一样 你的果报身体 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修什么呢 就是通过 这个六度万恨的修行 三规五戒 六度万恨 就是你种种的行为 改造自己 你每改造一次 让自己的生命 变得更加圆满一点 再改造一次 再圆满一点 总共位置 从你真正信佛开始 实信是 信 念 敬 会 定 不退 回向 护法 戒 愿 这十个信 十个信 有位置生敬的 那大家学教理的时候 都要学习 第一个就是信 就当你觉得 佛法就是你的生命 已经无法离开了 因为佛讲是生命的真相 你确信你存在 在这个世间 你的生命一定是有真相的 只是我们明白的 真相太少了 我们只是明白 真相的一小部分 如果按照这个科学的话说 我们这个大脑 其实是开发的太少了 我们只开发的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你看都没开发出来 那么按照这个数据呢 就是52个位置 就是把百分之百的大脑 全部开发出来了 我们修行的过程 就是把这个 大脑的开发程度 一点点地递进 但是背后还有一层 大脑开发 不是取决于你的大脑 因为人死了 大脑就毁了 如果只是取决于大脑 那死了是不是就不行了 不是 还是取决于大脑背后的 这个能掌控大脑的 这个指挥官 大脑只是一个指挥部 指挥部的机器有多好 那要看指挥官 有多大的本事 指挥官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所有的修行 真正开始修了 落实在第一步 就在你的心里 实性位的第一性 就是从你的内心开始的 你信不信不是嘴巴说的 不是你那个烧几炷香 就算信 是你的心里是否有佛 大家如果心里有佛了 你就开始信了 心里没有佛 那就没有信 当然这个佛 包括自信清净的 这个自信佛 也包括在里面 所以这个信念 尽会定不退 这个信 只有你信了以后 你才会念 如果你不信 你就不会念 大家来这里听法 一定是信了 你才会来 信了你才会念念要来 念念要去念经 要去修行 如果信都不信 这第一个门就见不了 所以我们后面看 这个名号 每个名号都有名号的功德 大家念一遍 赤有如来 明月光源 赤明月光 赤明张檀香 赤明上山王 赤明须弥天光 赤明须弥等药 赤明月色 赤明正念 赤明离构 赤明吴主 赤明龙天 赤明夜光 赤明安明顶 赤明不动地 赤明琉璃妙花 赤明琉璃金色 赤明金藏 赤明阎光 赤明阎根 赤明地种 赤明月相 赤明日音 赤明解脱花 赤明庄严光明 赤明海觉神通 赤明水光 赤明大香 赤明离成垢 赤明艳离 赤明宝言 赤明妙顶 赤明永利 赤明功德慈慧 赤明碧日月光 赤明日月流离光 赤明无上流离光 赤明最上手 赤明菩提华 赤明月明 赤明日光 赤明华色王 赤明水月光 赤明除痴明 赤明度盖行 赤明尽性 赤明尚秀 赤明微神 赤明法会 赤明轮音 赤明狮子音 赤明龙音 赤明处世 如此等佛 皆昔已过 这段话呢 这段话呢 皆昔已过 就是过去的九远节 从光源佛开始 一直到 这个处世 光源 光源佛的名号 就代表的是实性的第一性 第一性 第一性叫 就叫 这个 愿 这个 这个性 叫性灭 尽会 尽不退 信心住 也叫信心 就是当我们 对法有信心的时候 对真理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的光明 就照耀的 无量无边了 当你的生命 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生命的光 也就没有掉了 所以他用光源 来开启 后面的每一个名称 都跟着 这个52个位次的 每个位次 他的功德 他的修道 他的比喻 他的形状 相对应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不一一跟大家介绍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52个位次 是52尊佛的名号 最后面 说 如此诸佛 阶西已过 从我们现实的 时间角度 这是过去九远节 有经历了 这么多的佛 他们也一一都成就 都度化众生 跟染灯佛一样 那么从我们 当下的 这个 现实当下 这个佛 全裸裂出来的 这个角度来说 事实上是 佛站在 圆满究竟的角度 回顾往事 就知道 过去经历了 这么多的佛的位置 就像我们大家 有一天成佛以后 回顾往事 曾经在妙果寺 学习过一样 这个 回顾往事 是我们从 哪一年 哪一天 在哪里 学习佛法 因为佛它成到以后 过去九远节的事情 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么多佛呢 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 他讲到 这个 法战比丘的时候 实际上 成就 阿弥陀佛 法战比丘的 这样一件事情 是极不容易的 所以他要 集合 集合 释放所有佛的功德 聚集在一起 所以有人说 这个 阿弥陀经 就是一部 华言经 叫小本的华言 这个道理 其实也从这个 佛名这里 可以体现出来 因为 华言经讲 一尘 一叉 一锅图 一世界 每尘 每叉 都是 叫于一尘 中 成述佛 那每一个 尘叉 都是佛 所以我们在 每一个修道的阶段 你当下 已经是圆满的佛 我们当下 每个人的当下 已经是圆满的佛 但是 我们自己 并没有体会到 这个圆满 你可能体会到了 圆满的一小部分 比如说 你在学佛之前 可能觉得自己 无可救药了 人生这么苦 然后学佛以后发现 又打开了 新的生命的方向了 又有光明了 内心又开始 愉悦起来了 光亮起来了 就这个光亮起来的过程 就是你又认识自己的 更深的一层了 你在修道的烦恼 又断除了 又更高一层经济 又发现自己的生命 还有更美的东西 还没有被打开发出来 不停地开发 不停地成长 这就是52个位置 所以52个位置 是指 过去所经历的佛 也是成佛以后 回顾自己 自己生命 曾经经历过的 这么多的境界 52个境界 那这个 所以说 如此诸佛 这么多佛 皆是已过 都已经过了 照理说 如果佛给我们讲道理 只是讲一个简单 朴素的道理 他也没必要讲这么多佛 他只是告诉你 在过去四字在亡 干嘛干嘛就好了 干嘛要举这么多的佛呢 虽然佛这里面就有秘义 就是西方净土 它是包含在一列当中 就具足的 我们这一列心 自得大师说 一列三千 每一个列心当中 具备了无量诸佛的净土 那你要呈现在哪一面 比如说我们大家 如果在这里 你呈现说是居士 这个修行很清静的样子 在道场里 如果你在家里面 你可能是实现一个在家人 如果你在单位里面 你就显示一个员工 或者一个老板 就是你的生命 实际上包含了所有 但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下 就会视线出不同的样子 甚至有时候你生气起来 有时候在教训你孩子的时候 要表现出来像罗刹一样 凶巴巴的样子 但实际上那也不是你的全部 你只是用那个样子 来教育别人而已 所以我们的生命内在 确实是很多的层面 你必须承认 在修道的过程 就是开发不同的层面 那么当这个52个位置的层面 都开发出来了 你的生命才真正的圆满 站在圆满的角度 回顾说 如此诸佛 皆昔已过 我已经不再偏激 在某一个角度了 一点一点的都体会到了 所以到成佛以后 天台中说 就是实法界 包括第一与恶鬼畜生 所有的生命 都是圆满的 我们现在是不圆满的 因为我们现在恶到不敢下去 坏人不敢做 因为做坏人遭恶报 恶报我们受不了 但有一天你发现 你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景象 都能承受 都能了解 都能自在无碍的时候 那地狱又何妨 就像地藏王菩萨 他在地狱里面就是度众生 他不会说地狱太苦了 我根本就不敢去 那当大家发起菩提心说 要度一切众生 不能舍弃一个众生的时候 你这句话 其实就意味着说 地狱我也要去 因为地狱众生太苦了 你看我也要去度它 但在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 不要说地狱不敢去 很多人家里有人死了 都不敢去 尤其我们温州人 叫人住聂去 他不敢去 他说运气不好 去了会倒霉的 运气不好会倒霉的 那个菩提心跑哪去了 不知道了 但如果你们 如果发起这个菩提心以后 大家以后还是要去助聂的 至少我们在座的这些 这个同学 我们这个班有六百个同学 你看六百个同学 家里要有人去 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去 对不对 同学你还不去 还要找谁 那同学都应该去了 你不能有分别心 所以不是同学也得去 所以呢 这个助聂团还是要成立一个 大家一定要成立一个助聂团 就是我至少我们要自助 自己往生的时候 万一自己力量不够 这么多同学在旁边一行 马上就上去了 帮助你 帮助 有信心吗 对吧 要师父牵头 可能没师父牵头 居士还不行 所以我想以后我们这个今年啊 最好我们以我们这个净土院 这个学习班为基础 要成立一个助聂团 而且在座的岁数 我看也不少了 尤其是头发有些都白了 什么时候就先给我们自己 先助聂 你要不早点准备 你到时候你不帮助别人助聂 到时候别人不帮助你了 对不对 我们要学会自助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了你生命的不同层次 都已经过来了 那个叫圆满 那所以诸佛 如此诸佛皆惜已过 都已经过了 我们现在很多都还没过 我们人天还没过 甚至烦恼还没过 我子还没过 这一道一道的关跟玩游戏一样 都要过的 过了以后怎么办呢 最后 这个过的过程就是 成就个人生命圆满报生的过程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修行是修自己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去助聂 让你去帮助别人 实在帮助别人 你在没有成佛之前 所有的修道都在圆满自己 都在圆满自己 你积分福德 你的福报高一点 而你开一份智慧 你就少一份烦恼 多一份慈悲 你就少一个敌人 就你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有那些人 让你看不惯 或者别人看不惯你 是因为你慈悲心不够 如果你慈悲心多一份 那个对立面就少一点 对立面少一点 你的世界里面就圆满一点 是这么一点一滴的 圆满起来的 那么你的修道到最后 成佛的时候 圆满报生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是说 你的功德 别人谁也分不着 你放心好了 你赚了钱可能别人把你偷走 骗走 抢走 但是你修的功德 谁也分不走 你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自己能够受用 如果你修行修了半天 都给别人分走了 那你一个人成佛了 是不是旁边还带一个成佛呢 带不了的 个人吃饭 个人饱 个人生死 个人了 你带不走 但是你说我修了半天 是不是都隆归与清净法生了 一切项都没有了 功德是不是都没有了 那不是白修了 所以佛最圆满 就是三生圆满才叫圆满 清净法生 一切项都不可得 因为生命的本体是无相的 圆满报生 必须要圆满 独一无二的 所以十番诸佛 每个佛都有自己的净土 都有自己圆满的报生 为什么 因为他的积功累得 如是阴感如是果 每个人自己在修行 自己在改善 自己在圆满自己 所以这个五十二个位置指的是 我们从凡夫走向成佛 成就圆满报生的过程 那么后面呢 就是千百亿化生的表法 大家看 而时赐有佛 明世自在亡 如来应共等正觉 明行主 上世世间解 无上世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世尊 时有国王 闻佛说法 心怀悦愈 寻发无上 正真道义 弃果娟亡 行作沙门 号约法杖 高财勇者 于是超义 最后把阿弥陀佛的过去前因 点化到了 最后 有个佛 叫什么呢 名为世自在亡 如来 这个如来 十号 就像释迦牟尼佛 也是如来十号 释迦牟尼佛在佛的三生当中 他所谓化身 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三种身份 第一种是你生命的本体 是无相无伪的 就像大家的心 明星见现的这个心 心是无相的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的 这是你的内在的法身 第二呢 圆满报身 如舍纳佛 佛是 报身是圆满 我们现在的报身 是不圆满 我们大家的法身 就是你内在的道德 你的道德 你的平时的那个心地 说这个人心地很善良 这个人心地很肮脏 这个人心地很邪恶 那我们大家就看看 你的心地如何 别人看不出来 你自己很清楚 这就是你的法身 比喻 不是真正的法身 法身是无相的 是真心 那我们现在的自受用身 就是报身 我们自受用的就是夜报身 你的思想境界 知识 知识多少啊 还有长相啊 还有身体的状况 健康不健康 你自己受用的那部分 也是独一无二的 你头痛 别人代替不了 你的知识 别人也分不走 你说你讲课 讲完了以后 你的知识 别人听早了 你的知识 是不是少了 没有少 你的所有的人生的境界 人生的能力 别人都分不走 都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 这叫报身 然后第三个呢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千百亿化身就是 天上一个月亮 千江有水 千江月 所以叫千百亿化身 千百亿化身就是 你在每一个众生面前 你表现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我们大家的身份 在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人面前 你的身份都不一样 你在父亲面前 你就是子女 父母面前 你是子女 子女面前 你就是父母 你在老师面前 就是学生 在学生面前 你就是老师 所以同样的一个人 他在面对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身份 这不同的身份 就是随时在变化的 随时在变化 比如说在座的 有当老师的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就是学生 等一下你回去 你就是老师了 你一出去了 就是老师了 就是这个身份会变的 因为不同的人 千百亿化身 每一个众生面前 你的身份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内在的道德 跟你的自受用身很圆满 比如说圆满报身 跟千金法身 你达到了 然后你在千百亿化身的时候 也都圆满 因为天上的月亮是圆的 所以你 无论哪个人打一盆水 在院子里面 看那个 那个一盆水里面的月亮 就是圆的 你再给他打出 分出两盆水 两盆水里面 又有两个月亮了 一盆水有一个月亮 你分了无数个盆水 无数个盆水里面 都有月亮 但是天上的月亮 不会动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多人说 哎呀人生活得好累啊 为什么累啊 你看有很多应酬啊 这些人你看 本来看上去都不喜欢的 但是为了工作啊 为了什么 赚钱啊 你又不得不去面对他的时候 就觉得 我不想面对这些人 这些人 我为什么还要去面对他 哎 你要看看 你的圆满报身有没有 你的清净法身有没有 如果你内在的受用身 道德身很高 你内在的自受用很好 其实你对外面的人 有那么累吗 你对一个要放的人 跟你对的领导 态度可以不一样 但是你的心态是一样的呀 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 修养高的人 你看他 他对任何人 你看他态度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表现可能会不一样 为什么 你不能说 请一个这个 要放的人 坐在很高的位置 然后你的领导来了 把他撇到边上里 都不理他 那是不行的 因为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需求啊 是不是 所以你只要自己是清净的 你对不同的人 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但是那个表现 是因为他的身份的一种反应 而不是你需要这样 你是清净的 你是圆满的 就不需要这样 所以这个 有了清净的法身 和圆满的报身以后 你面对世间百态 才能自如自在 要不然 你内在的心不清净 自己自受用身也不够 然后你面对外面的时候 就经常会装 为什么叫装呢 因为那个人 你不得不这样 那个人又不得不那样 然后呢 都不是你心里想要那样的 结果你装来装去 就要装得很累 人情 事故 感觉特别累 是因为你修行还不够 你自己这个心还不够圆满 当你如故圆满了 一点都不会累 因为像佛说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只要是众生 你对他无条件的 就不再帮助他 这个时候 你无条件的 跟别人交往 你没有奠基着 别人给你好处 你所以你不用装 你只是很坦然的 去面对就好了 这他的生命 就非常轻松 非常自在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知道 就是你在你的世界里面 真理是平等的 不需要你修 只需要你悟 但是你修的是修自己 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圆满 越来越好了 然后你的智慧 你的光明 能给众生带来帮助了 这就是你存在的价值 存在的意义 所以后面呢 有这个 事智在往 你看 事智在往 这个词一看 就是化身 事 就是世间 佛的清静法身 跟圆满报身 都是超出世间的 都是圆满的 但世间就是不圆满的 这个世间有圆满的吗 没有圆满 不管哪个人 有生必有死 这个 这个 活着无论多圆满 到死的那天 他就不圆满了 就没办法 说这个生命是圆满的 但是你要 于世自在 一切不圆满的 都是千江有水 千江月 没有关系 那个小的脸盆里面 也是一个月亮 整个大海里面 也是一个月亮 无论多的水 少的水 这个月亮 不会去选择 他不会说 你这个水太少了 我这个影子不给你 他不会不给的 因为天上 只有一个月亮 是圆满的 当我们的心事 清净了以后 你面对所有的众生 都是圆满的 所以他不会说 我对你这个众生 是有意见的 我不给你圆满 那除非他自己不圆满 所以 世自在王 就在世间 一切法能够自在 能够称为王 王就是独一无二 极致的位置 最尊的位置叫王 那他的世自在王的如来 十大称号 这十大称号呢 都是如来的实德 所表现 如来是如如不动 而来成正觉 这个 十大名号在前面讲过了 讲佛的时候 那应供呢 就是佛可以应世间的一切供养 绝对 你把大全世界都供养给佛 也不会受不了 我们说你给我太多了 我受不了 福德会受到损失 但是佛他应一切供 都没问题 等正觉 就无上正等正觉 他的觉悟已经圆满 没有缺陷了 明行主 就是所作所为 所走的路 非常清晰 就像我们人 一投胎 转世 喝了孟婆汤 啥都忘记掉了 佛是清清楚楚的 他是正逆投胎 我们平时 自己想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佛很清楚 他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就是他生命 每找一步路 都非常清晰 上世世间节 上世就是 一切烦恼 都被调伏 这叫上世 世间节呢 就世间所有的 因缘果报 一切万法 佛都能够理解 佛都能够明了 所以那个朱清史 科学家说 了解世界的真相 两个方法 一个是科学仪器 一个是靠心 释迦摩尼佛就是靠心 就能够明白 世界的真相 而这个科学家呢 靠仪器 仪器不准 你了解的 肯定也不准 仪器越准 他了解的越准确 那我们大家呢 也靠这个心 但是我们这个心 也有问题 我们这个心 基本上都是半导体的心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修 把半导体要修成超导体 超导体就不会产生电阻了 因为半导体产生电阻 所以我讲一句话 有人听懂一句 我讲十句话 有人听懂十句 有人十句话 里面听懂两句三句 或者五句 哪句话没听懂的 你就是半导体 因为那产生电阻了 就你心有障碍 我们读佛经的时候 如果你心没有障碍 读佛经也清清楚楚的 内心也是很明白 佛讲的这个道理 但是因为我们 我们有太多的妄想执着 太多的障碍了 所以我们产生了 这个 这个 业障 一旦有了业障 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 世间一切妄想 所以佛呢 叫世间节 无上事 就达到极致 没有比他更上面的 这个大事 调育丈夫 这个 指调育烦恼的 大丈夫 这大丈夫男子汉 出家 女众出家 也叫大丈夫 但是我觉得 这个 丈夫不一定是男的 女众豪杰也是丈夫 那为什么佛经里面经常说 女人是代表烦恼 男人是代表无烦恼 这个 大丈夫是代表不烦恼 大家不要误会 佛不是重男情女 佛是重 智慧 轻烦恼 不是重 男性 轻女性 因为女性 如果能断烦恼的 她也是菩萨 像观音菩萨在中国 就实现女的这个像 女像 她就是要告诉我们 女众要自信 中国人的女众要自信 要相信观音菩萨 是最了不起的 那你一相信 你的心烦恼就少掉了 那你就是大丈夫 所以这个调育丈夫 那天人师 天上 佛在天上 可以给天 做老师 在人间可以给人做老师 叫人天师 也叫天人师 佛呢 就是绝的意思 绝者 世尊 就是世出世间 最尊最贵 这十大称号 这十大称号里面 本来是上世世间节 合并成一个称号的 所以叫十大称号 上世跟世间节 中间的分开 就变成十一个称号了 但实际上 那是佛的十大称号 所以那个时候 使用国王 文佛说法 那个时候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就是后来 称为阿弥陀佛的 这个法藏比丘 这个国王听 世自在往 佛说法的时候 就文佛说法 心怀悦欲 这个悦就是喜悦 欲呢 就是内心非常的快乐 这个欲啊 也是非常的快乐的意思 而且呢 也知道将来会更快乐 这个欲呢 有一点未来也很快乐的意思 就这个前面的月 是指现在就很快乐 喜悦 欲呢 是指我现在的喜乐 会影响到我将来 也会很快乐 如果我们大家学佛 惨到这个法喜了之后啊 你就知道 我不停的学法 不停的修行 我将来会更快乐 将来的烦恼会消除的更多 烦恼消除了 我的快乐就更多了 所以这个未来充满快乐的 那叫欲 现在充满快乐的叫欲 所以这个国王啊 听佛讲法以后 他内心就生起这样的感觉了 我们大家之所以 学佛还有信心 是因为知道自己只要学得更深 你的快乐就会更多 你的痛苦就会更少 所以叫心怀越狱 所以佛陀的教育呢 叫做快乐的修行 而不是愁眉苦脸的修行 修苦行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人生是苦啊 修苦 这个观苦啊 观世间是苦 生起处理心 但真正大乘佛法 这告诉我们 你要正面的正面修行 正面的修行就是 到庙里面去求佛菩萨保佑开始 烧香拜佛菩萨 你赶紧保佑我健康啊 保佑家庭顺利啊 子女干嘛干嘛 保佑的那些都是好的 就是开发你的正能量的教育 不是去向佛菩萨行贿受贿 有声说这个向佛供养 就是向佛菩萨行贿 让佛菩萨保佑我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供养 一个布施 让我们的正能量 你的愿望得到实践 把正能量提升起来 所以这是一种正面的教育方式 你要开心的去学 也要想到你的未来会更加的开心 所以呢 他一想到这样 当你听到佛法以后 你内心有快乐 而且呢 这个快乐能预期的到 将来会更快乐 那这样的好事你说 谁会愿意舍弃呢 谁都不愿意舍弃 那这个国王也是如此 所以他就寻发 寻 这个寻就寻找的寻 意思是 这个 随即的意思 就随着前面的这样一个事情 后面他就发生了 这叫寻 前面听佛文法 心怀越狱 然后于是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啊 法无上正正道义 就是法无上菩提之心 就知道佛 你看度众生多好啊 让众生听了法以后 烦恼少掉了 智慧打开了 那么这么好 自己也亲身的体会到了这一点 于是呢 自己心想 我要向佛学习 我也要 使自己 让别人 听了正法以后 烦恼少掉 智慧打开 心怀愉悦 然后让别人的生命 未来也充满了喜悦 所以叫 善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就是菩提心生起来 所以发了无上的 这个正真的道义 正真的道义 也又发无上菩提 因为菩提是绝 绝就是绝物到真理 所以叫正真 那菩提呢 是一种道 这个道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的心 心形的轨迹 叫道 就像那个铁路的铁轨 叫轨道 那我们每个人 有心路历程 你心路的轨迹 就是你的道 如果你的心 想起来的 都是贪嗔 是烦恼 你这条道通的 是堕落的道 通向三恶道的 如果你内心生起了 善良多一点 你通向三恶道 所以现在如果 你的内心向往的是 善求佛道 下化众生 那就无上正真之道 真正的正道 真正的无为的 真就是无为 就是真理 通向无为的 通向真理的 这种道义 心里的轨迹就扑起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人生迷茫 觉得人生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最快的方式 解决问题 就是赶紧发菩提心 你不要说 我都倒霉了 我还发什么菩提心 就因为你倒霉 所以你赶紧发菩提心 因为你没有菩提心 你生命没有道路 你就迷茫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菩提心一发起来 你就不伤害 所有的众生 只要会伤害众生的事情 你坚决不干 念科识也不干 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的生命充满了真能量 这个道路马上就出来了 你就不会为世间的 那些名利财色 尽尽计较 一点都不会去计较了 无所谓了 所以真正道义很重要 这个是你的路 生命的大路 当他发了真正道义之后 那世间上看 这个人好像脑子抽问题了 为什么脑子抽问题 你看气果捐完 行作杀门 他出家去了 发了菩提心以后 他国王不当了 国王也不当 国家也把他丢弃了 弃国捐完 这个 在现实当中 我们有时候捐点钱 捐点时间 求做做义工 还是能做到 你说要弃国捐完 你把你的家 把你的职务捐出去 也不太容易的 但是你看他把这个国捐了 他当一个过去的国王 其实一国就是一国之主 这个国就是他的 那现在这个国 当然是民主国家就不一样了 把这个国不要了 不再控制掌握这个国 而也不要在国当中 他做老大的这个王 如果我们想到你的生命 你的清净法神是变一切处 净虚空变法界 都是你的清净法神 你发的是菩提心 是要度一切众生圆满成佛 诸位想一想 你这样的心量 跟当一个国王的这个心量 比一比你说哪个更好 哪个更宽阔 哪个更圆满 在世间眼观短情的人看来 好像你当和尚 却是没出息的 世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他从内心当中 他看到了 只有发无上正真道义 有了这个菩提心 不舍弃一个众生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那种 如果说磁场的话 那个磁场 他的磁场的这个能量 散发出来的这种信息 比你当一个国王的信息 不知道要大无数倍了 这个心量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 观想一下 比如说 你为你这个家都辛辛苦苦了 弄了几十年 还是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不成样子 那如果你为这个国 能够牺牲自己这个小家 你为一个国能做多少事呢 个体生命是非常有限的 当你个体融入到集体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变得无限了 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一滴水在太阳底下 很快就干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海里面 它可能永远不会干 它融入到大海当中去 而且一滴水在孤零零的 在那里是很孤独的 不停地求助的 向这个世界求啊 求名求利求财求少 什么都要靠别人去求 但实际上 当你融入到大海的时候 它什么都不需要求 所以当你的内心 如果想为一切众生 去奉献的时候 当你发起这个真正菩提心的时候 你发现你 这个生活过得苦就苦 乐就乐 好就好 坏就坏 你的内心 只要有一份力量在 这份力量 就要为身边的人 为众生付出的 但你有了这样的心 那你生活 生命当中 所有的那些 让自己生烦恼的东西 都会被你抛弃掉 你就不会再为那些 小的利益得失 利弊得失 在那里计较了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从内心去比较一下 法杖比丘 之所以能够成就西方净土 就是因为他 闻佛说法 心怀悦愈 然后发起了无上的真真之道 那我们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 想到阿弥陀佛那里去享福 极乐净土那么好 你要想想 他是怎么成就的 但他那么成就的时候 我们现在知道了 他放下了国和王 弃我卷王 行作沙门 沙门就是出家修行的人 叫剔除虚发 持亲割爱 诗心达本 解无违法 明月沙门 离开世所 然后把头发剔了 还有解无违法 有违都是有造作的 我们心的本来面目是无违的 他理解了无违法 这叫沙门 所以他的法号 法名叫法杖 法杖比丘 这个法杖比丘 怎么样的人呢 有八个字去形容他 叫高材勇者 于事超义 不是世间一般的人 这赞叹他 这个就是通过 佛的化身 来得到超度的一个人 当国王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防夫 他不是一个圣人 如果他是圣人了 那佛讲这个就没意思了 他是防夫的时候 听到佛法 心里高兴了 然后再发了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他才把这个国捐掉 王捐掉 然后出家修行 这个阶段都还是防夫 那么当了法杖比丘以后 他怎么再来修学 当然他有基础 从他的基础比较好的 这个地方开始 他怎么修学 后面 后面无量寿经 有详细的交代 下次再跟大家细说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土 专言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